通訪的社會主帖 四十五是都完成 還有八千人在拜訪母 主帖 發展處說到一百十九年 是有超過一萬好的社會主帖 將對全台的社會主帖 共有不久 除了媽媽基金會的任務 政府要共發社會主帖 報祖台館跟所謂的報貼 兩路一好社會主帖在通訪區 因為地段很好 真是環境 目前有八百五十八的人在拜託 通訪社會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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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千多年都在工作 還有八千人在拜託 是提供工作的數量的兩倍 有面積很不簡單拜託 也有人告訴他要在一旦 一整年都可以提出申請 時間不同 地步的順位就會有所不同 以我幫忙申請過的案例來看 最多有等到將近一年的時間 不正通訪社會主帖 就報的名單有八千人 但要去住拜託的人數 整三名都在人口最多的通訪區 分別是中路二好有八百五十八的人 中路四好有七百九十六的人 中路一好有七百九十三的人 但拜託最早的平地一好 也有二百六十七的人在等 因為桃園市的社會住宅是新房 而且租金是市價的折扣 所以造成入住後流動率很低 社會住宅盡量多給租屋市場 最不容易接受的 比如說獨居老人 精神障礙者 跟嚴重的下肢障者 主要以配合設政跟衛生單位的福利服務的支持 主帖發電所表示 通訪有幾個地方的社會主帖 還在整個月才是設計的改變 到一百十九年 會有超過一萬後的社會主帖 而且如果是通訪 接對全台灣的社會主帖 普遍是都共用不夠輸給 雖然媽媽基金會人員說 如果要解決問題 政府就要接對不一樣對象 來強化社會主帖 報祖台館 跟祖金保貼主管的分配 建議社會主帖 可以優先來照顧著社會主帖 記者 總署報道